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民也惯性地活在虚假的敬虔之中 他们肆意欺负 压诈贫穷人 自己却是享受奢华 醉酒放纵的生活 耶和华在第二节 特别指着自己的圣结 起誓来指责他们的败坏 并没有分别为声归向神 过着腐化的生活 因此他们将来必要面对审判和刑罚 第四第五节 形容以色列人对于虚假的敬虔 乐此不疲 自欺欺人 先知讽刺他们 准管他们前往伯特利和吉格 敬拜和献祭 但是虚有其表的敬虔是神所恨护的 而他们所作的 也都只会为自己增加罪过 因为他们一切所做的 无论是敬拜或者是奉献 都只是为了取悦自己和赢得别人的赞赏 并不是真实和圣结的敬拜 弟兄姐妹 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生活是否相称呢 我们的敬拜是否以神为中心 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呢 在教堂以外 我们有没有轻视困苦人的苦放呢 在经文最后一个段落 第六至十三节 先知阿摩斯重重的指责以色列文的横梗 在这一个短短的段落里面 你们还不归向我 这个片语重复了五次那么多 是一个无可推诿的信息 无论是饥荒 悍灾 农作物失收 瘟疫 甚至战争等等的提醒 以色列文仍然执迷不悔 不肯悔改回转 阿摩斯先知 在第十二节有一句如雷冠矣的说话 你们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意思是既然以色列文这样极度的还紧 这样他们就要好好准备 面对神的审判和向祂交仗的日子 阿摩斯先知在这一章最后提醒 耶和话万军之神 祂创造和掌管天地 是兴万不得的 弟兄姐妹 神有欢容 愿意给人机会悔改 但是我们都要谨记 神虽然有恩慈 但是也都有严厉 有慈爱 也都有公义 如果神已经三番四次 透过一些的遭遇 提醒我们要悔改 我们就要及时醒觉 快快的回转 让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借着先知昔日的讯息 在今天对我们讲话 求主帮助我们 尝存一火敬畏神的心 持守圣洁 行在神喜悦的旨意当中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 存着虚荒 尊顾自己 或者有其他得罪你的地方 求主亲自的提醒 帮助我们 及时的回转归向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